我们人要学会转化人间的外境 给你带来的伤害 不管别人给你带来什么伤害 你要学会忍辱 记住能忍耐的人 他境界才会高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商场里帮别人顾客吵架的 都是职员 营业员要售货员 对不对呀 等到别人吵架来把经理找来 这个经理一过来 不管谁对谁冲 对不起我们工作 我们服务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他才能做经理呀 所以要懂得忏悔 要懂得自己要学会忍辱 慢慢的你才会在你的宽容中 不断的成长 记住一句话 要包容就是圆容 圆的东西他才能往前走 想一想 如果汽车的轮子不是圆的 他能往前走吗 请鼓掌 现在人的气量越来越小 我经常讲一个男的 气量小的事情 男士也不要不开心 因为这里今天女士比较多 以后等到这里全是男士 女士少的时候呢 我就反过来讲 说现在的男人呢 心上小得不得了 被老婆上床之前啊 一顿臭骂 骂得来在船上睡不觉气的呢 难过了半天 到两点钟一看 太太睡着了 这个时候偷偷的爬起来 跑到厨房间 把每一个酱油瓶 麻油瓶 所有的瓶盖 全部拧得紧得不得了 然后很开心的 躺在床上睡觉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他太太起来 到厨房间 没有一个盖子打得开了 在厨房间骂人了 叫谁啊 叫谁搞哪个人呢 他在那里 哈哈 这点小事也要报复 还想听吗 再讲一个好吧 一个老 一个太太非常厉害 叫男人在家里 给孩子去烧饭 烧水 洗衣服 男的那敢怒不敢言呢 对不对啊 他说他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呢 就是他太太啊 晚上在卫生间 用那种清洁的水啊 在脸上拍脸的时候 他太太在啪啪啪拍脸的时候呢 他在脸上打死你 打压力 打重眼 打重眼 叫我 叫我那个孩子 叫我烧饭 叫我洗衣服 拍呀拍呀拍呀 哈哈哈哈 cardiac 拍呀 电视频 坐在 ruh里